请帮忙按个赞哦 我们今天去背一个陈建仁的施政报告 主要是两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是下个礼拜要省特别条例 我们就说我们在地上讲得很清楚说 你就干脆一个人发一万块 这个条例就很快就呼噜呼噜一下就二三堵了 很快就发钱 这是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诉求我们很大声地说 陈建仁要当行政院长 要做好行政院长 先把过去所做的事情跟社会交代 必要是需要跟各位做一个道歉 我们讲 第一个他欺骗台湾的老百姓 明明他打的是安慰剂 他说哇高端哇赞都哇赞 多好多好多好 结果他说后来说是安慰剂不是高端 这不是欺骗老百姓吗 第二点刚才有提到的 高端现在维持 他没有被世界卫生组织来承认 所以高端他不是国际认可的疫苗 我们打了高端 全世界承认高端的差不多十个国家左右 我们打了高端到日本去 还要做PCR 一次三千四千五千都有 极建的话五千 这样的钱谁负担 高端说爱他的负担 有真的有这样子吗 可是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你就发现到说高端 他居然一月份的营业额是零了 是零了 以前的营业额他多的时候是什么 是靠陈时中给他下500%的订单 总共四十几亿左右 他是靠那笔订单 而且时间开始炒一直炒 话题一直炒一直炒 他的股价从二三十块钱 一路飙高飙高到四百块左右 光这个价差就可以七八百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